尊貴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間 名字之選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中合體 時尚生活觸手可及 生態空間 品味休閒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外家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第二期五星酒店級拍文 查詢熱線 905-888-6788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回到今天的晚間新聞 中港台方面 先看看有關美國政府對台秀武的消息 日前 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方面一再嚴正交涉 宣布向台灣出售一批先進武器裝備 總額達到58億美元 美國政府強調 對台秀武是協助台灣防衛 符合美國利益 美國政府向國會提交的最新對台秀武計劃 並沒有出售較新款的F-16CD型戰機給台灣 但同意為台灣145架舊款F-16AB型戰機升級 包括更換引擎 配置全球最先進的雷達系統 電子掃描陣列雷達 增加戰機長程空對空探測能力 美國指改裝之後F-16AB型戰機的性能 會與F-16CD型戰機相約 大幅提升戰機的中距離精確制度能力 對中國的殲-20戰機構成威脅 另外美國又會向台灣出售軍用飛機零配件 並提供飛行訓練以及後勤支援 同時亦會出售140枚 響尾蛇空對空飛彈 和聯合攻擊炸彈等等的精確武器 這宗軍售總額超過58億美元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以來 已經兩次向台灣出售武器 涉及金額超過120億美元 在1979年台灣關係法實施之後 對台秀武金額最多的一屆政府 美國國務院指這宗軍售純粹是協助台灣防衛 令台灣在安全和和平的基礎下 繼續與中國大陸維持合作和經貿交流 這個符合美國利益 WOW TV紅交論報導 另外中國透過最少五個途徑 向美國表達對這宗軍售的強烈憤慨 以及堅決反對 外交部發言人表示 美國以所謂台灣關係法為藉口 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 中國政府和人民絕對不接受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 昨晚深夜緊急召見美國駐華大使洛家輝 指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涉及中國核心利益 美國的行徑嚴重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特別是817公佈原則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損害中美關係 張志軍表示 08年5月以來 兩岸關係明顯改善 美國對台軍售計劃 將會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嚴重錯誤信號 干擾兩岸關係和平 中國強烈敦促美國 充分認清問題的高度敏感性 和嚴重危害性 認真看待中國嚴正立場 確守承諾 立即撤銷錯誤決定 停止對台軍售和美台軍事聯繫 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 指美國在對台軍售問題上 再而三感言而無信 出義反義 違反承諾 令人懷疑美國還講政治信用 美國要順手承諾 停止對台授母 否則美國的政治信用將會不斷下降 有朝一日就會投資台盡 受害的將是美國自己 華好TV洪嘉倫報導 香港分明的消息 內地孕婦明日起 到香港公落或私家醫院餘約分娩 醫院將會發放新的分娩餘約證明書 方便入境處和醫療監測 新證明書設計有多項特點以防藝務 直至9月 衛生署一共收到8000個內地孕婦明年 在香港分娩餘約 預約分娩證明書 會記載著孕婦的個人資料 在哪一間醫院登記預約 以及主診醫生資料 每一張證書都有特定的編號 分辨公私營醫院的登記 證書亦印有防水印、防藝務 我們孕婦預約到香港分娩 要到香港的主診醫生作產前檢查 確定預產一期 就會轉介到醫院預約 有關醫院要按照簽訂服務名額 簽發證明書 意願需要向入境處和衛生署情報資料 如果孕婦入境的時候 忘記帶證明書 入境處有可能需要作進一步核實 WOW TV紅交流報導 港府推出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今天開始派申請表 不過有市民批評 申請表格複雜 要填寫的內容繁複 申請就業交通津貼 要填寫一份六頁的申請表 包括申請人和家庭成員等等的多項資料 例如現時和以往的工作入息 收入和資產等等 需要花一段時間只能夠填妥 每份申請表之內 都附有一份表格參考樣本 給市民填寫時參考 勞工署相信可以幫助市民填寫表格 而勞工署會定時檢討 申請表格要改善的地方 市民填好表格之後 下個月3日起 由計劃者親身交到香港勞工署就業中心 預計首批申請人最快年底獲得津貼 WOW TV紅交流報導 香港區議會選舉提名以來 廉政公署至今接獲共27宗投訴 不排除今年投訴會較往年多 香港廉政專員湯顯明表示 他們會加強向候選人、代理人 以及市民的宣傳教育 另外廉署今年頭8個月 接獲貪污投訴有2700宗 教許年同期多一成 涉及私營機構的投訴有上升 WOW TV紅交流報導 因為港府代繳公屋租金 上個月的整體通脹率顯著回落 但如果扣除港府補貼的因素 通脹率其實是上升 香港統計署的數字顯示 上個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整體上升5.7% 比7月份的升幅低2.2個百分點 消費物價指數回落 主要原因是上個月 港府代公屋居民繳交租金 全屋方面的升幅顯著下降 拉低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但如果不計港府的一次性補貼措施 帶來的影響 上個月的基本通脹率 升幅達到6.3% 比7月份高半個百分點 至於香港的通脹前景 港府預期會進一步攀升 但有學者就估計 如果內地通脹率持續舒緩 香港的通脹壓力也有望減輕 港府就表示 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脹 特別是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WOW TV 洪嘉倫報導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體育和天氣消息 先看足球方面的消息 意大利夾足足球聯賽第四輪賽事 A.C.米蘭主場迎戰烏甸尼斯 結果A.C.米蘭以1比1和烏甸尼斯打成平手 仍然未曾勝負 A.C.米蘭在第29分鐘意外失球 拖至左路全中 艾比亞迪出營大板上甩手 迪拿達利仔近距離 左腳射入空門 A.C.米蘭在第64分鐘追成平手 卡斯辛勒中路全球 艾莎拉為接應 低射遠處入網 追成1比1平手 這個是烏甸尼斯今季亂賽第一個失球 接著看看西班牙夾足足球亂賽 花菜龍蠟裝客出戰華倫西亞 順便開賽11分鐘 華倫西亞先開紀錄 華倫西亞進攻時的一個底線全中球 艾比到門前不小心敗烏甸 兩分鐘之後 花菜龍蠟追成平手 客道諾迪古斯接應美斯的全球 他在禁區左路整門特首 達到第22分鐘 客保路向南敵斯為華倫西亞射入第二球 2比1再次領先花菜龍蠟 一直打到下半場77分鐘 法比加斯接應美斯的直傳 為巴塞龍蠟追成2比2平手 之後兩隊都無法再增添入球 最後華倫西亞就在主場以2比2 跟巴塞龍蠟打成平手各隊1分 華倫西亞現時以3勝1 獲得10分的成績排在榜首 巴塞龍蠟就以2勝2獲 8分暫列第四位 接著看看多人多的天氣 現時室外溫度是17度 吹每小時15公里的西南風 送來濕度是72% 隨便看看多人多 未來5日的天氣預測 接著是本國 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氣狀況 2011筆加索中國大展 終會在10月18日到明年的1月10日 在上海細博園中國館舉行 2011筆加索中國大展 首次離開巴黎國立北加索美術館 由於這批藝術品相當之珍貴 展覽的總補費就高達6.8億歐元 2011筆加索中國大展 是中國歷來最大規模的筆加索畫展 這次精選了法國巴黎筆加索美術館 62件珍藏原作 橫跨北加索70多年的創作時間 包括藍色時期、粉紅時期、原始時期、立體主義時期 古典時期、編形時期、表現主義時期 藉著不同時期的畫作 表達出北加索對於人物以及情感的看法 畫中她對生命中七個女人的愛恨情愁 子女的關愛呵護 和畫家父親親密又疏離的微妙情緒 將會赤裸真實地呈現給各位 2011筆加索中國大展 將會在10月18日到明年的1月10日 在上海細博園的中國館舉行 在這個展覽還未開放之前 不如趁這個機會 在這裡欣賞一下筆加索的作品吧 WOW TV 紅家倫報導 今天晚間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